又取了好多快递回来 再拍个开箱视频 这次用我新买的这个小相机来拍 顺便测试一下这个相机 画质呀收音呀 效果好不好啊 开箱视频 先把这个吸铁挂上 放在衣服里头去啊 然后把小相机吸在这里 这样做个开箱视频 然后轻轻一按 它就开始录制了 买了有好几样吧 有大的有小的啊 最大的这个是石头柄 这个好像是个吃的 这里头是啥了 我也记不清买的啥了 打开看看吧 哦这个是打火机 看这么大两个打火机 还有底座可以这样立起来 买这个打火机的用处呢 就是这个爱条 主要是点这个爱条的啊 我看怎么用呢 还没用过 哦这个是锁 往这边就打开了 然后试一下啊 这是防风的打火机吗 哇 看这个点的就是快 这个爱条 爱住用普通的打火机 想点燃比较困难 但是用这个就比较好了 这么大一个 然后就是这个蒸汽眼罩 这个主要是会发热的嘛 这个眼罩 打开看一看吧 它主要是保护眼睛的啊 现在咱们不是每天 这个眼睛都疲劳了嘛 每天看手机啊 看平板 看电视 眼睛特别疲劳 所以把这个戴上以后啊 它就会发热 还挺好的 而且里头是添加这个叶黄树的 它这比较神奇的一点就是 它在这里面装着的时候 它不发热啊 只有把它打开 拿出来以后 它才开始发热了 晚上带上这个睡觉 应该也是睡得比较好一点 再看这个箱子里头 这个是我妈买的花 你这是买的啥的 就这啊 哎呀 葱吹是老人的 这就是 就这啊 嗯 这多少钱买的了 五块多了 五块九了 这葱吹 我和鸯瓶忘得了 葱吹 这也不行了吧 这啊 葱吹皮 你看 还有一个花盆 五块钱吗 你还想买啥的 不要退了 不要疼 五块钱能买这个已经不错了 还有个盖给你 放在下面 给 种到地里头去吧 然后这个是吃的 我看看啊 哦 我这个买的是那个泥秋干 是我在直播间看到他们直播的时候买的 这一箱是买了五个 我喜欢在直播间买东西啊 我看别人直播的时候就忍不住要买了 直播间拍的都特别好啊 所以我就买回来尝一尝 这个是泥秋吗 这是小鱼啊 这是鱼竿嘛 这是鱼竿还是泥秋啊 这写着泥秋竿嘛 但是这个看着像 挺像鱼的呀 杂的 慢慢吃吧 哇 最后就是这个 石头饼啊 这么大一箱的 这个石头饼是我们三西特产啊 这两天卖的也是非常的火 哇塞 这满满的一箱 这各种口味的 番茄味的 孜然的 绿色的是椒盐的 红色的 还有这个麻辣的 还有一个是原味的 五种口味 满满的一箱啊 这可吃吧 这么多了 平时当零食吃啊 打开一个椒盐的看看 嘛 椒盐的是最好吃的 看啊 它这个石头饼就是长这样子的 它这是发酵的面饼 放在加热的石头上 烤干的 所以是健康食品 它不是盆化食品 吃起来酥酥脆脆的啊 我厨窗里面就有呢 大家想吃的话 去我厨窗里面看啊 这个是我们山西特有的 这个美食 小石头饼 我妈摊便宜 买的这个这个苗啊 这是花了还是这个树了 这是啊 这个叶子也蔫了 这买回来后悔了 感觉上当受变了 是吧 5块9 包油嘛 还5块9 就是当孕肺了 这个能活就活 活不了就算了吧 那能活了 你种的地里试一试 给 吃一千长一只嘛 就这样吧 刚才还都改了 还给你在直播间看到的不一样 是吧 那那要了 我直播间的带的话呢 他说的 都是开到货 就是这个货 结果卖回来是这个东西 这是上次买的那个袜子啊 就是传说中那个穿不臭的那个袜子 但是我现在都把它洗了放在这里啊 因为这个袜子打开以后特别的香 那个香的让人恶心了啊 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袜子上弄上 喷的那个香水 但是那个感觉很廉价的香水 熏得我有点头晕 所以我就把它都洗了 晒在这里 这汗一次都没穿呢 但就是这样洗了 放在这里 都那个味都很冲的 感觉不喜欢这个味啊 然后再看看我们家的房子吧 看看这个进度啊 这两天一直也没有什么进度 一直不是等着做这个房顶了吗 哎呀 从你做房顶那个工人 他没有时间啊 每次问他都是说三四天三四天 都过了好几个三四天了啊 这个房顶也是没啥进度啊 估计要等到端午以后了吧 看这个情况 最后再看一下我妈种的蔬菜吧 黄瓜已经这么高了 过两天就能吃了 这个是茄子 生菜 都吃了个黄瓜了啊 生菜 辣椒 西红柿也这么大了啊 哇 这是玉米 还有葱 好就是这情况了 就拍到这里吧 简单一个开箱视频 拜拜 端午以后出去玩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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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